南韓其實在氫能它做得很快 而且它可以說它努力在把它普及化當中 它在1月底2023年1月底 已經有3萬輛的氫能車掛牌上路了 那他們的加氫站也有200多個站 所以在南韓做得很快 那氫能到底跟我們傳統的新能源差在哪裡 為什麼南韓現在focus在氫能 現在努力在發展呢 我們來問問游民哥 對 其實我非常看好這個產業 但是我覺得說我們這邊講氫能元年 是有點誇張 因為應該是負五年 所以連零都還不到 因為人家都有加氫站都有氫車的 我們這兩邊都是零 事實上我先問電機前面的觀眾 就說你們覺得燃料電池車 就是以氫為主的 你覺得哪一個國家做最好 大部分的人會覺得是日本 因為第一個新聞都在講日本 第二個日本是一個很乾淨的國家 所以這種氫能本來就零污染 那再不然就想到德國 因為德國有俄乌戰爭 那個天然氣運送不過來 都會被綁架 所以我來發展新的 比如說熱拱交換器 這種就是屬於燃料電池的一部分 結果沒想到居然是韓國 你知道嗎 到去年度的時候 全世界大概出了 一萬五千 大概兩百七十三台的一個輕人車 你知道賣到哪裡去最多嗎 其實是韓國 韓國賣了一萬年一百六四台 是佔了多少 百分之六十六點五 你印象中的日本也好 德國也好 佔這個比重只有五% 然後第二名的是美國 美國只有十七 你看十七跟六十幾%差多少 所以換言之的話 韓國推得很用力 那你說為什麼韓國人 可以把輕人車給推起來 我覺得有幾個很重要的環節 第一個假設我要買車 我這邊有兩台車可以選擇 第一個我要去選 我要做電池車 電動車 第二個輕人車 好 輕人車是這樣 比如說是以Nexun這台車子 就是現代出的 它的原價是180萬 可是我入手價100萬 就等於政府補了我80萬起來 這樣子等於是補貼了多少 補貼了44% 將近快五成 可是如果我要去買一個電動車 差不多價錢170萬 就是一樣是三星的 現代的LONIC 5的電動車 但170萬 我最後入手價是140萬 所以政府只補貼了我30% 30萬 大概是差不多18%左右 所以這樣子相較起來的話 既然都要換 我就直接換輕人車 但問題是我買了車子 我去哪裡加輕 這是一個問題對不對 好 那結果南韓 就一直在推所謂的加輕站 那他為了要讓大家 能夠看到加輕站 所以他就直接在國會大廈 因為國會大廈其實是 非常有名的地方 那個在盧埃島 盧埃島的話 就等於是南韓的華爾街 他在那個地方蓋了一個1.5億 成本1.5億的一個加輕站 他大概是一般的加油站的 大概五倍 然後做這樣的一個加輕站之後 但很多人去排隊 覺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加了一個輕只要5分鐘 你知道我們現在電動車的快充 充電要充很久 你再快也要20幾分鐘 但是我加輕只要5分鐘 好啦 那加了以後 所以加輕跟加油差不多概念 對 但是氣體很快 氣體一下子就塞滿了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還不打緊 我光只有地標坐裡外 我還有所謂的什麼 這個將近快21路線的一個公路 或者是遊覽車 我們去韓國都會加入那個KK Day 然後去做城市的這個一日遊 然後KK Day裡面那個車子 如果都是輕人車 那就輕上加輕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就在這個韓國裡面 到處都是輕 那現在如果拿各國去做比較的話 韓國當然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完勝 但是就是說到2050年的時候 他大概 他的規模 應該是現在輕的這個存量 大概126倍 可是他現在的再生能源裡面 發電量23.8%要來自輕 那日本是10%要來自於輕 那日本不管是加輕站也好 或者是輕車也好 2050年都會贏韓國 那目前兩個在PK 韓國當然基本上就是現代為主 然後日本的話就是豐田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國 中國所有的數字都很漂亮 中國當然都很漂亮 但我們不知道 以前我們做過一個報導 都騙不住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真假 好 那現在回顧頭來看台灣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說負五年 我說你先搞一個加輕站起來吧 不然再賣一台加輕車 你現在都是零 那你告訴我說 你未來9到12%的一個比重 對啊 我覺得你現在這個 這怎麼得了 所以現在回頭我們就來看下一個東西 就是說現在兩家在PK的一個過程中 一個是現代 一個是豐田 對不對 那現在在豐田 我覺得南韓做的有一點做得很好 也就是說他現在是做一條龍 你知道他在釜山 衛山 平澤等14個港口 做所謂的輕港 就是輕不是說我今天只有輕就好 我還要運清 儲存 物流對不對 然後弄到加輕站 他一條龍都把你做出來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他現在所有的車款 很多都有輕人的一個車款 第三個部分的話 安全性 你知道安全性是這樣 很多人就是說 我不要住在那個加輕站旁邊 對不對 那個跟我住在核電廠 有什麼不一樣 對 但問題是人家有測試過 風景也好 現代也好 他說那個輕瓶 你用火去燒 你用車子去撞 你用子彈去射 到最後都不會破 對 所以其實你那個釜山 那個龍塘動的人 替法抗議這件事情 笑人家安 不用擔心 但現在就是說韓國 現在打造於2018年 就開始做輕人 我覺得他的那一台卡車 不像柯博文 但是真的蠻酷 叫Asian Asian它高大概是3.6公尺 10噸 其實在卡車裡面10噸不重 但問題是輕瓶沒有那麼重 所以它可以載重30噸 對 然後跑750公里 然後加輕不用20分鐘 然後跑出來的一個結果 不是只有一台 還有40幾台 跟它一樣的一個車子 在瑞士這邊 已經總共跑了多少 600萬公里 所以表示它的一個續航力 所以現在我覺得 現代是有機會做得成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現代有鋼鐵廠 那鋼鐵就可以有煉鋼 煉鋼就副產品就是輕 那它每一年可以產3500噸 然後未來的話可以4萬噸 大概10倍 所以整個一條鏈 再加上政府補助 那現在我們回頭來去看 現代這家企業的時候 我覺得老一輩的鄭孟九 基本上已經令下了一個豪雨 就2025年的時候 它的新能源車要占全世界的10% 但是我覺得輕這一塊 應該占它裡面很高 因為今年的2月份的時候 它的輕車大概就出了300多輛 大概市占率已經非常非常的高 那未來這個鄭義軒就是 他的接班人 他自己現在就當輕能委員會 然後自己開了一個 納斯特的一個車子去就任 所以現在被評選為 這個Motor Train的評選為 全世界最具影響力車界的第一人 還不是馬斯克 是他